你 你是画了一个大概的 对 差不多了 这么大 可以 搞工程 可以下第一场了吗 可以了 严格按照我的那个来 就不能挖猪具咱们 懂吗 为什么 就是 不然规划有什么用啊 规划规划嘛 好的 那我想问您 要挖多深呢 规划里有这个吗 差不多就行 妹妹 你那个三八线不明显了 三八线 那这个是 差不多 我刚没画好 那是 哇 很快呀 你们这书 必须的 这种小事我这种 非常厉害 小工程的 非常熟 何老师不能挖出去 不能挖出去 因为土地规划的 就这么大 谁规划的 我 哥 如果出去了会怎么样 影响整体美观 那你觉得左边铲一点 右边铲一点会美观吗 这给他们缔造一种沙滩的感觉 到时候再把它扑扑松 对吧 行 我觉得够深了 好 那我就把这些铲出来就行 这些就是他们的公摊面积 底下就是仿本实际面积 是有点幽默在身上的 好 差不多 差不多 在干嘛 泳池 小鸭 对 哥小鸭子你怕吗 小鸭还好 但也不能说不怕 至少有点距离肯定 这还有大鸭呢 大鸭它不动 这要不要搞两层 不用是吧 搞两层吧 防止他们那个露水 咱不能做肚部渣工程 虽然我们这有公摊面积 那我们是个 良心建筑 剪刀手爱德华 剪刀手合德华 打开来 出现 完美 完美 等一下再来一层 当然要来一层 可以 边上得多一点 来换班吧 你去洗澡吧 我来吧 不不不 我可以 是不是不够深 够 还可以是吗 那妹妹你要不要进去採一採 把她那个沙 採一採 採一採